好 这个我们从那个一个固群体里面 然后来抽了样本数等于64的样本 这样本数等于64的样本来 我们会得到一个平均值 这64的平均值叫做样本平均数 好 那重复140 刚刚我们横着来已经重复140了 这个颜色重复140 所以叫做重复为之 他刚刚讲重复为之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重复140 重复140就这么多 好 那这是我们模拟的话 重复140 好 那我把这个绿色的 请看哦 这个绿色的100个呢 我们要把它化成直红图就是这个 这样子绿色的这样子就100个 好到这边正好100个 这100个 好 那我们做两组了 这组这组是16的16的 这组是他这一组 好 这样重复140以后 好 这100个绿色的这个呢 就是来自于 本来的这100个 本来的这100个是同的嘛 好 因为我们要把脂肪子在马面直的 好 那这每个绿色的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个的平均 这个平均 这个平均 那这些平均数呢 应该会很接近我们本来的抽样的 理论的指示60 应该会很接近 好 那出来是多少呢 这这100个的 最后的这个叫做样本平均数的分布是这样 好 我们抽样的时候标准差是8 你看 这边的标准差都是8左右 都是7的 就8左右 对不对 都是8左右 然后他这100个本身呢 他也会变成一个样本的分布 好 这100个分布他标准差 你看他就变1了 标准他就变1 都很接近嘛 都是 都是60左右 60左右 是8 是860左右嘛 对不对 可是就这边比较多哈 因为已经排 经过排阶了 最最大的62 最小的呢 是7点多 那我们的族群呢 国群体的平均是60 标准差是8 因为我们的抽样的样本数呢 是64 所以他的标准差降维 根号64分子8 就变成1 就变成1 好 像各位听懂这意思了 他现在所讲的重复为之 就是在讲绿色的这一些 可是我们真的在做实际上现场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挑其中一组 所以我们根据他本身的分布 如果我选到的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样本数是多少呢 那我选到地方如果在这里 那我大概估计一下 因为整个肉点呢 大概在这个地方的机会 大概有多少 就是他的那个信贷的程度 到底有多高 他是这样子估计出来的 好了我讲那么多 我其实已经告诉你最后告诉你 一个结论就好了 请你把答案接下来 本来的量本是平均只是 没有标准差是sigma 好这个变异数是sigma 平方标准差 好 然后新的s bar呢 他就也是常态丰富 他的平均值还是m 标准差来 变成分号n分之sigma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啊这样啊 那他有一个学法 他有一个学法叫做 mium的s bar 叫做mium sigma的s bar sigma的s bar sigma的s bar 就是根号n分之sigma 本来如果8 他用本数是64 变成根号64分之8 所以就1 是这样买的 好 管理 是7 3 5 5 7 7 7 8 8 8